OB結束到11月發售 還有漫長的兩個月 EA最近在官網上發文 他們這一路會發布什麼新資訊 今天這一集就來和大家討論這些新機制 我的想法和推出時真的會玩到哪些東西 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真正風雲5》是一款 好了啦 這不是歷史介紹 Matt 9月他們以第二集的DevTalk打頭陣 有成千上萬的回饋製作團隊來統一回應 我有做一個翻譯和解釋的影片 如果錯過的話現在也可以點過去看 接下來這禮拜會來談職業系統 這邊大家或許會覺得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和立即的作品應該都差不多 官網說明會給玩家Unmatched Choice 直翻為不對稱的選擇 應該是翻轉我們對突擊醫療支援偵查等分工印象 然後不知各位還記不記得這系列的一開頭 就和大家介紹新的職業系統Ukratype 這在事後被取消了 這邊直接連接到士兵客製化的部分 在很多次直播DICE也提到要降低士兵裝備的誇張程度 看起來一隻女漢第一隻預告片一樣要say goodbye了 OK, so back at the reveal trailer we saw some pretty crazy stuff Yeah, yeah, we did OK, the community's like, oh, what's going on here? Yeah I don't think we're gonna see that massively crazy customization item We're still looking at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lens of DICE's lens, right? I mean, but how forward how crazy we got with some of that We heard the community, we understand there were some concerns about Hey, where's the authenticity? And so we want players to be excited about customizing your characters with authentic gear, right? So that's gonna look pretty awesome, like look at even this guy right here looks pretty awesome 到了精彩的10月會有避寫空殺2的推出 所以我會實況建議大家一起留下來看 喔,然後在戰地方面他們會討論更多有關主題遊戲上市就會出的8張地圖 這邊之前也有做一個推估的影片 雖然那時候很多地圖還沒證實但八九不離時啦 我們會玩到Open Beta的荷蘭的盧特丹和破損版的Devastation 再來還有第一隻預告片DICE痛苦的回憶 法國鄉間為主的Twisted Steel和Ares Ares擁有油菜花田的美景所以之前也代稱為Yellowfield 大家可以看一下製作團隊釋出初時的地圖輪廓 裝甲會戰在黃色版的聖康坦的傷痕 中間還有類似飛機墜毀的場景 希望這地圖的範圍可以再大一點啦 擁有北飛主題的Hamada和目前代稱Airfield的地圖 Hamada會有大家期待的陸空大型會戰 還有飛機跑道也確定回歸了 不用再看到飛機突然憑空蟲蟲蟲動出現的動畫 最後就是北歐的Novik和Fugeot 652的地圖 這些地圖在10月都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再來提到的就是載具和武器 選擇確定坦克會分為輕型、中型、重型 然後AA炮車在Dev Talk有提到會加入遊戲 還有看起來像是英國AEC裝甲車的圖示 早在5月就有出現在選單示意圖 不過有可能已經被修正掉被輕彈取代了嗎?不確定 當然劇情的戰爭故事也被提及 目前我們知道最後的虎王章節不會再正式推出時上架 沒有高級會員之後的內容更新Tides of War 會講更多細節有關第一章節 Fall of Europe 歐洲的殞落 時間軸確定會落在1940年的春季 很多人期待會有波蘭的主題出現 但是目前確定還是會以法國為主 這一系列戰爭潮流的更新會以時間軸的方式進行 在This is Battlefield 5的預告片也提到 在2019年初的第二章節會和反抗軍有關 會帶玩家到希臘為主的地圖 我很不贊同另外付費的DLC 但是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更新方式會和之前的DLC也差不多 每12個禮拜也就是3個月會有一次大更新 然後好像只有一張地圖啊 這樣我會很失望 在這個頻道也不斷提醒有關星際大戰戰場前線2的悲劇 這個遊戲沒有高級會員 但推出之後的新內容更新十分緩慢 比我現在講話要用1.25倍速看還慢 真的 10月最後製作團隊還有透露更多資訊有關合作模式 Combined Arms 以及大逃殺啟發的Firestorm 這兩者目前都沒有太多的大消息 但都可以確定的是 只要等到正式版推出之後才會補上 然後到11月DICE會透露更多有關大行動模式的消息 從兩張地圖圍繞在一個主題的方式 應該很明顯都是為這模式而生的 這模式會分為四天 Open Beta我們只玩了頭兩天嘛 如果第三天兩隊平手的話 才可以進入第四天的Final Stamp模式 大家都只會有一條命殺到最後一兵一卒來求勝 就是小型的大逃殺模式的感覺 蠻期待實際玩起來會是如何 我猜啦 就是一堆人歸著然後一半的人推伺服器 這大概就是對於戰地風雲5推出前 會有更多資訊更新的介紹 很多內容不會在正式版推出時 上架大家的想法為何呢 在10月我會爭取一次遊戲製作人的訪談 所以想知道更多有關戰地風雲5或耳間的資訊 都歡迎訂閱連玩之夜 別忘記可以開在下面的小鈴鐺 這樣我新影片大家會同步被通知煩死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